我知道你见过听过很多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但属于我的这段经历 你一定没听过 我在澳洲做小姐 曾一次接待过六个黑人 你更想不到国外小姐生活在怎样的状态下 我叫月月 原本是浙江一个普通市民家庭的女儿 2019年大学毕业后考工进了一家事业单位 如果人生以此发展 属于我的人生应该是朝九晚五 平凡温馨 虽谈不上富贵 起码不至于沦为小姐 2012年在闺蜜的穿梭下 我染上了毒瘾 此后一直沉迷于地下赌场 半年后就负债累累 高利贷的收账 小利门多次追到我家里来讨债 本金15万元 哥哥虽我偿还了40多万元的赌债 但是在利滚利的需要下 还需要偿还的债务还有35万 最恐怖的是 这群黑社会分子手握欠条 跑到我单位闹 说我骗走了他们的血汗钱 闹得我最终身败名裂 既然我无法正常工作与生活 也让我父母身心憔悴 如果说为啥不到派出所报案 他的质伤绝对不会超过70 哪个开赌场的背后没有伞 老鼠的苍獗程度从来都绝于猫 事已自至此 哀声叹息已没什么用 与其单位将我除名 还不如自己辞职还好听点 背着父母 我将辞职信交给了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同事 让他给我剃交 自己则坐高铁来到了广州 建了一家公司 公司主管林生曾在澳洲生活过 他头脑灵活 口才开挂 我到来释放了林主管眼中的绿光 工作中他对我极其照顾 常行我吃宵夜 夸我年轻量力 尽管我知道这些不过是男人们偷心前的铺垫而已 却超级喜欢这种感觉 哪个女生不喜欢被舔呢 一个月后林哥终于将我压到了身下 此后我成为了他的情人 也从他的嘴里知道了一关澳洲的点点滴滴 2400公里外的太平洋上 竟有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度 其料他却挠着头表示去澳洲并不容易 说投资于移民最低需要500万澳元 其中200万澳元需要投资于澳洲的股权投资基金 另外300万澳元投资澳洲的创业项目 读书移民本科4年就得60万澳元 2014年11澳元兑换人民币5.13元 偷渡费用高风险也大 我举起嘴老林又把我搂进怀里 用广普话表示也不是一点办法没有 说可以走打工移民之路了 澳洲每年向中国大陆发放5000个工作签证 可以前来澳洲工作合法工作一年到期还可以续签 他说他在移民局有朋友 我心花怒放 一翻身起到他的身上又开始大起大落 递交的申请原本是悉尼 谁知签证下来的却是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 中国打工在墨尔本干什么的都有 从高到低只要努力盖几岩的存100万人民币 有可能的 澳洲房子一套仅30万 虽然网上很火的一个博主 称自己在澳洲打工四年 挣了33万澳元 折合人民币163万 一些网友立即肯定该博主 从事的是性产业 否则哪挣这么多钱 不得不说眼界和认知是贫穷愚昧的根本 该博主并没有吹牛 不是每个国家工人的薪水都如印度一般可怜 在欧美日韩等发浪国家里 劳动者除去生活支出 月存1.5万人民币 2000美元很正常 无论澳洲还是美国或加拿大 劳动者一天的收入都能够生活一星期 澳洲天黑蓝 尽管属于自外型国家 却看不到半点阴霾 城乡差点不大 但由于商业气息淡薄 乡村的空气显然更清新 也更宜居一些 走在乡村公路上 一步似望 花园之洲名不虚传 出到澳洲时 我一直住在林哥的朋友家 他叫小慧 是个福建人 在唐人街开了一家餐馆 但我也不白住 一直用身体做房租 且还在他的餐馆打工 每小时32澳元 小慧的年龄几乎可以做我父亲了 正因为如此 在床上常常力不从心 这祸在我身上得到了多少满足 我不知道 却点燃了我体内封印了26年的欲望 不知是与生俱来的骚 还是异国他乡放松的诱惑 我说不清楚 只是渴望男人的爱抚 甚至在餐厅工作时 见到体格强壮的男顾客 也会浮小脸片 也许是看窗楼的需求 一个周六日 小慧把自己的白人朋友 爱德华带到了房间里 爱美的说 爱德华觉得你很棒 想和你深入交流 没有过多的前戏 房间里不同种族的男女 很快一丝不霸 爱德华的身材没有老外那么强壮 甚至略显消瘦 但丝毫不影响两腿间的壮大 他像对待小姐般 把我按在地板上 不断地看向出 噗哧噗哧的声音 我使劲地抓一他咬他 我的狂野激起的男人 更强烈地征服于 白人男子干脆把一只脚 踏在我脸上 让我还住他的脚趾头 运动 爱德华表示 希望下次能带朋友一起玩 第二周时 他真带了自己的朋友 一个名叫 伊德的强壮黑人 我们开着车 沿着32号公路 一直到了卡尔顿公园 随即人种大交流 如火如荼的展开 我的两个洞 同时被探索 但澳洲一年后 我还没有存到钱 没存到钱 主要原因是我喜欢旅游 但在2015年时 家中变故 却彻底改变了我的财富观 也教会了我做人 当时哥哥因交通肇事 讨一罪被警方刑拘 我妈打电话告诉我 她与被害人家属一谈妥 只要能赔偿50万 双方就可以大声谅解 哥哥会受到从轻处罚 母亲希望我能支持30万元救哥哥 我和哥哥的关系一直很好 否则他也不会把家底 拿出来替我还高利贷 我四处借钱 只借到了1.4万欧元 找小灰想办法 起到这个冷血 表示我和他只有肉体 与房租的关系 其他的义务没有 哥哥最终被判处 有期徒刑6年 虽说借钱这件事上 借实人情 不借实本分 但我却恨死了这个福建了 后来还找人家 狠狠揍了一顿 我从心里意识到 在这个人情淡泊的世界上 谁也靠不住 自强才是最大的保险 中国人为什么爱存钱 不就是为了抵御生活中 突出起来的风雨吗 可我怎么挣很多钱呢 仅靠打工挣不了多少钱的 澳洲的工资再高 每年也就存3万欧元罢了 与我的野心极不匹配 我将苦恼告诉了爱德华 他表示可以尝试做一名性工作者 称好的性工作者 每小时可以挣280美元 甚至更多澳洲是性开放的国度 无论是哪个州的法律 小姐都是合法的 属于服务业的一种 还说澳洲的性产业成熟 每年都会有不少的亚洲大学生和导游 利用暑假到澳洲做兼职 最关键的是我有这方面的天赋 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下来 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世界上 无论你用哪种方式成功 人们只看到光鲜的一面 爱德华给我介绍的一份工作 是在酒吧里做钢管舞女郎 酒吧为云末尔本中心 是一家很有名的机缘型酒吧 里面有来自各国家的幸福 性爱宝贝 首层是为了接待厅 表演场 其先驱和休闲厅 二三层折我们的工作场所 房间都是白色的 说是钢管舞女郎 可不是你想象的美女舌般 整天才会在钢管上 是赤身裸体跳钢管舞 此外还要按照要求 在众木魁魁魁下 进行自卫性交等表演 这些倒没什么 小姐不就是提供性服务的吗 私处不过是工具而已 只要付钱 付足够的钱 客人就有权利任意使用这件工具 常规的操作而已 说句心里话 我不怕接客 我体质超级好 十个二十个客人也能够应付 还曾一次与六个黑人共换过 当时虽多次失禁 但第二天就恢复了 生容活活的状态 最怕的是遇到变态 这些变态狂 对小姐们的摧残 不仅体验在肉体上和精神上 还会威胁到生命 比如我曾接待过一个 玩窒息游戏的变态 掐住我的脖子 差点没把我掐死 我不顾一切的跑出来 告诉老板自己挣不了这个钱 老板阴着脸命令我进去继续完成任务 我倔强的摇着头 当天就被解雇了 遭酒吧解雇后 我到西澳酒汽车旅店 干起了应招女郎 但在向一名少年提供完性服务后 遭到了警方逮捕 罪名是向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商业性服务 且未持正上岗 真是倒了血眉 我怎知道曾在澳洲澳政府 为从事卖银工作 外国人颁发的签证 西澳不予认可呢 此外老外长 本来就成熟 汽车旅店是吃快餐的 我不可能要求每个客人出示身份证吧 旅店的老板叫了一笔不小的保时金 才将我保释出来 为了补这一窟窿 我猛干了一周 2008年由于母亲病重 我回了中国 与丈夫相思相守 这每个日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无论能否理解 请尊重别人的经历 更不要用自己的认知或伦理绑架别人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谁都不义 也都希望向阳而生 但没有伞的孩子 注定要四处躲雨 适合自己的路 就是最好的路